環球自駕宣傳中國文化 讓世界看到中國的美 義大利 米蘭 我的中國車 一個月之內在歐洲被砸了兩次 真的對歐洲太失望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要講三個中國網紅 慘遭鐵拳的暖心故事 第一位啊 是先前我們介紹過的 在義大利各地穿著所謂漢服的小粉紅啊 那路上啊 他被中國大媽嗆 你這樣穿出來不是在修下線嗎 你平時在中國365天會這樣穿嗎 諸如此類的事情 那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前幾天自己拍片說 他的車在羅馬 被砸了 更暖心的是什麼 他二十幾天前 在西班牙 還被砸車了 短短一個月不到 被砸了兩次 笑S人啊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段暖心的影片吧 我的中國車 一個月之內在歐洲被砸了兩次 現在啊 我在義大利羅馬的一個酒店停車場 裡面圍得嚴嚴實實的 而且還有人24小時看管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還把我側邊這個大玻璃直接給我砸透了 車裡面啊 能拿走的東西全部拿走 要給我翻得亂七八糟的 甚至連我的後的羽絨服都拿走了 我真的對歐洲太失望了 我前面那個小床我在西班牙被砸了 財胸好 連20天都沒有 車子是完全沒法開了 窗點也扯爛了 我只能說啊 這個時候 我就要學小粉紅的倖存者偏差理論來嗆人啊 這肯定是你有問題啊 是你的問題啊 怎麼就砸你的車不砸別人的車呢 別人的車都沒有問題 就你的有問題 我十月在義大利好歹待了三個禮拜 從米蘭 威尼斯 義大利北部山區啊 到佛羅倫斯啊 天空之城啊 西恩 羅馬 南邊的巴黎 連最亂的拿破裏 我都去過了 你們叫納布拉斯嘛 我就問 我怎麼沒有被砸車呢 我還開著中國官員的官車奧迪 就你們自己SB 你要停車就停在室內的停車場 要嘛停飯店 你剛剛也說你停飯店對吧 那就一個問題了嘛 你停飯店為什麼還被砸 你停飯店還被砸 那那肯定就是飯店的人針對你了 要不然就是你們自己同行的人 去針對你了 要不然就是你自己造假 你抹黑歐洲 你自己 的團隊自己砸的車 然後呢在那邊拍片 我對歐洲太失望了 然後我想回國 可能因為你沒錢 你想要弄這個機會來回國 我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你 你在那邊造假 那車窗肯定是你們自己砸的 我在義大利上個禮拜 我要嘛停車就停那個 室內停車場 室內停車場的費用雖然高 真的是真的很高啊 一天可能要30到50歐不等啊 但是啊 他就比較沒有被砸的風險 你自己心裡不清楚嗎 你都出來愛黨愛國了 你在乎這些錢嗎 你就給我去停室內的 如果 飯店他沒有室內的 你就給我去停外面的室內 因為歐洲室內的停車場 都是需要拿票卡 刷才能進去取車的 裡面都有監視器 如果真的被砸的 那肯定是停車的人 幹的 很好找是誰 那相對 來說 你在這個 飯店裡面的停車場 你被砸還有24小時 的人看管 那有沒有監視器呢 你有沒有去掉呢 搞不好最後 掉出來是你自己 自己砸的 或是你團隊的人砸的 那那可怎麼辦 來歐洲 愛黨愛國 不做功課 還抱著僥倖的心態 你去報警啊 你拍片幹嘛 請祖國的大使救援你啊 請吳京借你回家 秀出你的中國護照 我跟你講 你就是因為沒有把你的中國護照 掛在那個 車窗前面 中國傳統習俗啊 不是當一個人有信仰的時候 你信佛教的話前面就會掛一個佛牌 你信道教前面就會掛一個護身符 你信仰天主或基督你就會掛一個十字架 或是一個瑪利亞的 那個神像 項鍊 掛在那個車子的那個 看後視鏡的那個地方 對吧 那你們的信仰是什麼 中國紅 你們把你的護照掛在上面 把毛腎上 席腎上的 畫像 掛在上面 人家就不敢砸了嘛 人家看到這個就怕了 人家就跪了 中國強大了 誰敢砸你的車 而且再來 我想問一點 也是最關鍵的 你為什麼拍這個的時候是給我穿西服 羽絨背心 來 黑色T恤 你穿什麼褲子 看不出來 但你絕對不是穿那個 什麼馬面裙 或是那個 中國婦女 那個古代在穿的那種 你肯定不是 這個時候就不宣傳中國文化了 而第2位 中國網紅 是在非洲的中國網紅 他的名字叫做小濤在非洲 前幾天到了 奈吉利亞遊玩 結果在26號當晚 不幸被A死了 大家看到這裡肯定會認為非洲嘛 在亂國家嘛 中國護照 也就如此嘛 肯定亂嘛 但不好意思 S小濤在非洲的人 他就是中國人 在當晚闖入小濤在非洲的房間裡 搶取東西 雙方發生了扭打 最後 把小濤給A死了 而兇手被抓到的時候 還謊稱我是正當防衛 你看你看 我手指頭指甲裂開了 受傷了啦 這讓我想到威龍闖天下的劇情 周星馳演的嘛 就在片頭而已 周星馳擔任撞屍的時候 有個富家子弟 把窮人子弟給打A死了 雙方父親去告關 結果反而是窮人父親 要賠償給 富家子弟錢 因為富家子弟的 手受傷了 指甲裂開啦 最後啊 他們還假裝有同情心 很大度的說 好啦我這次就放過你啦 你不用賠了啦 我大人有大量啦 我有錢人 不跟你窮人計較啦 你不用賠我啦 手指頭 受傷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啦 叫你兒子下次不要再犯了 我相信他兒子不會再犯了 完全一樣的劇本 果然啦 老鄉見老鄉 背後開槍 在海外最坑中國人的 還得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最了解中國人 好事不找我 來共享 找我必有壞事共貪 我只能說實在暖心 昨天 在這家飯店喔 有兩棟 下大選把那個牌子給遮住了 那我就不知道到底check in 是哪一棟 剛好 看到一個旅行團 也要入住 我就上前 隨便問了一個 亞洲大媽 我就問 弄英文問他 他第一句問 問我說你是日本人還中國人 他應該想說如果我是日本人的話就跟我講日語 我是中國人的話他應該就跟我講英文或是怎麼樣 我一說是台灣人他馬上那個笑容就來 他本來就是很正常的這樣 他說他來過台灣兩次啊 怎樣怎樣怎樣 台灣跟中國不一樣 他說 我當下沒辦法錄嘛 我當下要check in 怎麼錄 我只能說 你要給國際友人好印象 你們要多做的不是在海外大鬧 什麼大鬧日本啊 大鬧歐洲啊 大鬧美國啊 除此之外 你們還要相信科學跟專業 不要把政治 凌駕於此 這點是最重要的 像在中國科普物理數學的網紅還要出來幫中共的政治背書 果然是政治專業的物理老師 還有因為政治因素被迫放棄炒蛋炒飯的中國大廚 網紅王鋼 還有比這個更誇張的事情嗎 昨天還有一些網友留言問我說 八九你是不是糊塗了 這是前幾年的事啊 你又在炒冷飯了 人家是炒蛋炒飯了 對不起請看清楚影片 這是 這幾天啊 又發生的事 所以我開頭才說 又又又嘛 只要每年發生你就會認為就一兩次 果然啊 中共的篡改記憶教術 連台灣人都中招了 連不田共的台灣人是我的粉絲 都中招了 所以啊 不要用民主國家的思維去想他 怎麼可能同樣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來呢 而且你是個泱泱大國耶 他就是這樣 只有你想不到 沒有他做不到 所以你會認為 一個泱泱大國的國家 一個政黨 他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情 如果你有這樣的思維 那恰好 他就是抓住你有這樣的思維 他可以幹出更多更多 你認為他不可能幹的事情 中國的這個宮廷鬥爭 非常的不是我們台灣人能想像的 最重要的還是對國際友人 對他人禮貌 這比穿漢服到處拍宣傳片來的重要吧 因為這些影片你最重要還是拍給國內的粉紅看的 這什麼抖音快手 小紅書 外國人用這些嗎 除非你傳TikTok啦 那這個有可能 你也要用這個英文字幕 弄英文去講嘛 那最後一位是前幾年買到爛尾樓 一直在抗議的鄭州夫妻 亮亮與立軍 他們原本宣布說要離開鄭州回老家 結果 昨天啦 還是前天 又宣布他們不離開鄭州 要在鄭州創業 為何態度180度轉變呢 要知道亮亮與立軍的關注 可是比 先前大了很多 而你們看他最新的影片裡面 絕口不提任何負面 或是關於爛尾樓等等 相關的話題 明顯是被招安了 那鄭州當地政府或是黨支部的人出來協商了 因為這對鄭州造成不良影響嘛 所以肯定是私下談了什麼 給了什麼 創業的錢哪來的 一個生活都快生活不下去的人 還要還爛尾樓的錢 怎麼有錢創業呢 銀行會給你貸款嗎 現在連一些小企業都貸不到你貸得到 前幾天還在其他影片嗆到說什麼 我真的壓力太大 你們想像不出來我經歷了什麼 好好活著就好了 今天馬上正能量滿滿絕口不提這些破事 這也沒辦法 人在屋簷下 被槍桿子抵著 只能低頭了 現在政府都 揭露了 你能不低頭嗎 現在有一點好處拿就趕快拿吧 再鬧估計更慘 但中共也不是傻子 你現在給我搞這個事情 我現在 要讓你低頭 被招安 讓你 被一些國內的網友看不起 然後你慢慢淡出眾人的視線之後呢 我再把你的好處給全部收走 你也可以理解為秋後 就跟中英歷史文件一樣 他只是歷史文件 這中共又不是沒幹過 幾乎天天在幹的事情 而我覺得這對夫妻啊也是 你們 都知道 你們只是爛尾樓的其中 一個 縮影而已 連你們都妥協了 其他人 其他人 你們有沒有幫忙站出來一起去 說這件事情 你看 你都可以得到這樣的關注 去訴說這件事情 你幫大家一起來集結 一起來搞這件事情 大家如果都跟你一樣的關注呢 他能不解決嗎 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子啦 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你真的 所有爛尾樓的人 爛尾樓的家屬 連帶 站在一起 但是總有一些人 不敢 你看連你最後自己都被招安了 所以你說在中國 真的真的 沒有辦法掀起什麼大風大浪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人民已經沒有槍桿子 人民已經沒有約束政府的能力 真的沒有辦法 台湾人還有槍桿子的時候 不要 自廢武功 不要去放棄這些 不然你將淪為這對鄭州夫妻的下場 而他們還是 往好的方面去說的下場 更慘的我以前節目都分享過 你們自己應該也心知肚明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 下次再見啦 掰